大家好 文语中没有任何关于孔子 对学生或者子女进行体罚的记录 却有一次呢 孔子呢 用手杖呢 去打自己的一位 物人 元朗 这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呢 我们讲一下 古代对于体罚的一些规定 在上述中有一句话叫做 扑坐教行 就说呢 教师呢 可以用经条呢 对学生进行体罚 当然从现代的观点呢 这是不对的 但是古代有古代的情况 像卢家的代表人物 孔子和孟子 一般是主张 父母呢 和子女呢 保持一种比较疏远的关系 对子女的教育呢 主要是让老师去做 这样呢 其中的一个理由啊 就是因为在这个教导子女的过程中啊 教师和学生呢 会发生一些矛盾 然后这些矛盾呢 可能会对双方的情感呢 有些不利的影响 老师可以换 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呢 是没法改变的 所以就也就怕这种 不好的感情积累下来 因为学生这个老师是可以换的 对吗 小学是一个老师 小学之中可能也可以换老师 所以这有他 明智的一方面 这种 另外这种 对学生的体罚 一般是 在小学阶段比较多 古代的小学是 从八岁到十五岁 因为孔子 他应该是不教小学的 孔子收的地址 都应该是十五岁以上 所以说孔子呢 对学生体罚呢 记载里面是没有 现实中呢 可能也是没有吧 孔子对学生虽然不体罚 而且他也是一个 比较寻寻善诱 但是他保持四道尊严 但是根据不同的场合 如果是下了课的情况下呢 同学生一起交友 一起闲谈呢 他的态度呢 是比较放松的 上课的时候呢 可能是这个态度 是比较严肃一些的 但也应该是合员越设的 在偶尔有些情况呢 孔子对学生呢 说的话呢 会比较重一些 他偶尔会批评学生 批评学 有时候当面 有时候是背后 有时候说话比较重 比较 最重的一次呢 是对这个男友说 这个男友朽目不可调 这是说明孔子呢 对男友的一种失望 一般是这样 孔子一般对他比较寄予 期望比较大的学生 在失望的时候呢 说话会比较重一点 那我们呢 现在再看一下孔子和元朗的 这件事 元朗呢 是孔子的一个故人 老相识了 有一次呢 元朗在路上呢 等孔子 我们看这个元朗 元朗仪寺 这个仪啊 就是蹲去 我们现在就说 就是抱膝坐在这 就古代春秋以前 那个礼法是很严格的 你抱着膝盖坐在地上 认为是不大礼貌的 然后孔子走到他面前呢 元朗和孔子虽然是老相识 但是孔子啊 他年龄应该比元朗稍微大一点 在古代是这样 如果你碰到比自己年纪大 或者地位比自己高的人 这个古代你要行礼啊 见面要行礼啊 你要离开元朗的位置 然后来行礼 就你不能在原地 而且你应该是站起来吧 从这原文来看 这个元朗是否连站都没有站起来 这时候孔子呢 就批评元朗 说这个元朗是 幼儿不逊地 长而无树烟 老而不死 是为贼 以仗透其境 就说这个元朗啊 年纪小的时候 就不尊重长辈 年纪大了呢 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这个工业啊 诚意 年纪老了 而不死 这是一句骤人的话 就是什么老不死啊 是为贼 所以你是贼 然后就用这个手杖啊 去打这个元朗的禁骨 禁骨就是小腿骨了 对元朗有一件事啊 他元朗可能是比较 相信这个老子啊 所以 学说的 就对这个礼法呀 礼法的这个 尤其是礼法的外在啊 不是特别在意 比如说元朗他母亲死的时候 他就唱歌 这在儒家看来啊 这是非常大逆不道的 这我们要注意啊 就是说在西州时代 我们虽然说是 这个 中共自礼乐 是儒家思想呢 很发展的一个时代 但是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 而且在当时并不是一个统一的 所以说 其实是有多元化的 有不同的思想的 并不是说大家都按照 周公或者孔子 这样的规定去生活的 是有非常大的区别 这元朗呢 他就是有自己的方式 他母亲死了 他就唱歌 对吧 然后见孔子呢 来了呢 他就蹲在那里 我们住在这个元朗的年纪 这时候不小了 这个老 古人一般不到70岁 不称老的 这个年纪很大了 孔子说他一无所成 然后就 孔子 就是打这个元朗 到底怎么回事 就我来分析 这可能是有点 开玩笑的意思 因为两个人很熟悉 孔子他的父亲是个武将 孔子本人他也是 打的意识 他真的要打人 受不了的 而且是打 比如说元朗年纪不小 打一下 会打出毛病来 其实也就是拉手张了 轻轻的 这个朱熹的解释是 比较准确的 危机其境 就好像要不让他蹲 其实他要蹲那也没办法了 是吧 像这个何彦呢 就是说不让他蹲 他不让蹲 那几打要一定的力量了 孔子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 分析力竭的人 绝对不会轻易的去打别人的 对吧 那我们说孔子有没有权利 去打这个元朗 应该是没有权利的 这两个人是老乡死 我们现在就说 比如说顾骄 孔子连自己的学生 子女都不会去打 当然不会因为元朗 就蹲在那里去打他 但是孔子说了这几句话 也有点调侃的意味 他不会去揍别人的死 就是元朗做得不好 对吧 人家没有死之外 所以我们读古文 要看这个语境 他当时的环境是什么 两个人的交情是什么 就是说熟人之间 他可以随便一点 他们两个人是熟人 所以才 这样就来了一个 打元朗的这么个故事 拿手张去打他的筋骨 那我们再说一下 这孔子和元朗 谁是 谁非呢 我说呢 各有各的道理 个人有个人的活法 在一定的特定的环境下 用国家规定一些礼法 是可以的 但是最好不要这么做 周朝的规定 是有点过于的死板 是元朗他的这种反抗 反抗理法 有他的意义 我们不能说 他是一个坏人 甚至说 虽然我们可以说 他是一个小人 他没有什么成就 但我们也不能说 他在某些方面 没有超越孔子 他对理法的理解 他有他灵活的一面 我们这个礼法理解 我们是 本身不是母体 我们是表达 人之间的一种 中性的关系 对吗 他对母亲死了 可能他也难过 但是人死不能复生 他唱歌 我现在开心 我死去的母亲 他也不会为我开心 因为元朗 我们不能批评他 那孔子对他的这种行为 在这里 我们说也没什么 因为两个人是熟人 就开个玩笑 手上 也不应该批评孔子 他手上轻轻地碰一下 小腿 打不伤水 就是孔子认为 这个元朗应该守一些礼法 孔子说的也有道理 对吧 互相随俗 你总要有点理解 见了面蹲在那里还是不太好 这件元朗 元朗这件事呢 我还是有点错 我觉得 就是你见了人 我说 凡个人入截不太好 但是见了一个人 你站一下 行个礼 应该没什么错 我们现在就在现在时候 你见了面 你站起来 也握手 其实我认为 坐衣比握手要好 这元朗 这有点错 也是有点错 但是他 就是说 他做件事 这有点过 有点过 但母死而割 他未必是坏的 他母亲死了 你真的 三年心上 三年不能唱歌 或者多少期间不能唱歌 这个规定也是没有必要